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希望尽快落实针对性燃油补贴 属下阿纳贝尔士要设置新机制并非简单 目前还在研究阶段 李子佳宣布暂别羽球赛场 直到重新找到对比赛的激情 新教练黄达明目前还没与李子佳联系 了解情况 我国在去年的补贴总额是高达663亿令吉 其中汽油柴油和液态天然气 食用油 电费 鸡肉和鸡蛋是最大的补贴项目 首相达多斯利安娜表示 政府希望尽快落实针对性燃油补贴 但要设置这个新机制并非简单 而且很复杂 政府还在研究这项针对性燃油补贴 包括RUN95和汽油和柴油的补贴 首相安娜为东郭阿多拉曼路 昌明小贩中心主持开幕后这么指出 首相强调 针对性补贴将确保符合资格的群体 享有该便利 循集针对性燃油补贴的研究何时会完成 首相表示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 但相信会尽快解决 首相此前表明 政府继续提供朝圣和电费补贴 给T20高收入群体是不合理的 因为该群体目前享有政府提供贫富的补贴 至少四成 财政部副部长达多斯里安马马三 补月透露 制定目标是补贴机制的进度 已达到75% 涉及各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将提升内阁 首相达多斯里安娜指出 那些把营业执照交给外籍人士的小贩 吉隆坡市政局将撤销他们的执照 也杜绝这类滥用执照的行为 而这也是为了确保本地商家受贿 财政部副部长达多斯里安马马三 首相安娜为东郭阿多拉曼路昌明小贩中心主持开幕后 这么指出出席者包括吉隆坡市长达多卡马路加曼 早前首相表示地方政府必须为小贩提供机设 以便他们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下经商 基于小贩群体通过经营生意而成为国家经济的贡献者 因此当局需要为他们提供设施 这一座小贩中心建于1974年 原名为东郭阿多拉曼路小贩中心 如今被映名为昌明小贩中心 而这一座拥有20个摊贩的小贩中心 从3月起在吉隆坡永续经商的倡议下 实施设施提升工作并在4月完成 对于线上赌博在我国出现泛滥的情况 内政部长达多斯里塞夫店指出 这是因为线上赌博平台的背后 存在政治人物的包庇 是政府在打击这类非法活动的最大阻碍 部长说该部将会与财政部商讨 修改1953年公开赌博法令 以及1953年公共场所赌博法令 以便有效遏制在线赌博活动 内政部还将与通讯及数码部 以及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携手合作 共同打击和监督非法赌博活动 他直言线上赌博平台确实有通过贿赂 来换取政治力量的保护 以让他们免受法律的制裁 也有所存在的 有所存在的 有所存在 从此也有所存在 影響和保护 从此也有所存在 tipis political will untuk mengadakan dan membaharui tekad untuk memerangi perkara ini habis-habisan. Jadi pusingan dia adalah, players dinaungi dan dia membalas dia punya political master. Political master melindungi dia supaya tindakan tak diambil. Contoh, maklumat dibocorkan. Contoh, polis faham, sungguh-sungguh tentang pattern ini. Sambu ud... Ia mengenai Ia mengenai . Ia mengenai 12 kutinya 9 00 Excel. 该 系统 将分 阶段 在所有 涉及 收费 大道 落 使 部 还 宣布 新 接 场 但将到第二阶段下的阿南达麦收费站 将在明天凌晨十二点零一分正式开通 并且免过路费长达两个星期 这项开放支付系统是政府致力在2024年 分阶段实现多车道快速流动的大道收费系统的 其中一项举措 另一方面 部长也宣布新街厂淡江大道 苏格第二阶段下的阿南达麦收费站 将于明天凌晨十二点零一分正式开通 免过路费为期两周 直至2023年6月29号 我们能够认识到两个星期 我们来到阿南达麦收费 我们会发生费 在阿南达麦收费站 不算是什么 在阿南达麦收费站 不要失败 部长说苏格大道第二阶段 涉及7.8公里的剩余路段 衔接大城堡 沙南大道 至交赖加营路口 埃勒森大表示 在免费期结束后 则将征收两令吉三十仙的过路费 卢佛周大臣 德德恩哈菲斯表示 新山两座陆路关卡拥堵的主要原因 包括关卡移民局官员短缺 八十不足 八十班次缺乏系统化 电子通关设备不足 或位置不理想 以及设施烙旧 他形容 关卡可视为书写给全身的心脏 一旦拥堵 并会影响人体健康 甚至致命 吻哈菲斯 自上任柔佛周大臣以来 致力解决新山两座陆路关卡通关时出现的拥堵问题 至今 已巡视苏丹伊斯干达大厦多达六十次 巡视苏丹阿布巴卡大厦马兴第二通道关卡十四次 他在出席柔佛周第十五届第二届第二次立法议会时这么指出 他直言 新山两座陆路关卡的拥堵情况长期以来无法获得解决 每浪费一秒再通关拥堵都会为如福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影响 受影响的领域包括投资贸易旅游教育和房产等 他指出 马兴捷运系统是解决关卡拥堵的两方 但必须再等四年 即2026年才能运作 周政府在等待的当儿必须立即为通关拥堵 寻找短期的解决方案 他透露 这些短期方案包括本月将增加100名移民局官员 移民局9月将会调派多250名官员到关卡执勤 以及增加往返马兴关卡的巴士数量和班次 重新调整自动查验通关系统的位置 以及增加多10万4500张M-Bike摸托自动通关系统的贴纸 卫生部长Zaliha指出 由今天开跑直到12月31号的昌明医疗计划 将自动提供给慈敏援助金的受费者 以获取医疗服务 慈敏援助金的受费者可以通过有关的试点计划 寻求全国石刻县指定全科4人基神的治疗 Zaliha发文告诉 有关的石刻县分别是雪兰额 额麦 乌鲁冷月 巴生和巴达岭 吉隆坡 霹雳静大 槟城东北县 卢浮兴山 沙巴亚壁和沙拉越古静 慈敏援助金的受费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无需预先注册 就可以享有昌明医疗计划的福利 他们在寻求已在昌明医疗计划下登记的全科医生的治疗时 只需要带上身份证 昌明医疗计划是政府的一项试点计划 旨在满足B40群体的医疗需求 尤其是急性初级医疗保健腹部和急性门诊治疗 首相达多斯利安娜在2月提成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时 宣布这项计划 而这也是政府解决政府医疗机构 病患爆满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案 通过该计划提供的免费服务如咨询、检查、药部、程序和转介 将根据指定的配套由全科医生提供给受贿者 扎利哈指出 昌明医疗计划所提供的免费急性门诊治疗 涵盖感冒、腹泻、呕吐、扭伤、头痛以及轻微外伤等 不过他也说 该计划的配套不包括非急性治疗 例如常规免疫接种、健康检查 常规非传染疾病后续治疗以及常规母婴后续治疗 昌明医疗计划为提供的非急性医疗服务 可在卫生部的政府诊所获取 扎利哈还说 通过该计划 每个家庭最高可以获得250令吉的配额 无配偶的乐龄人士125令吉 单身人士75令吉 受贿者可以接受数轮的免费治疗 直到配额用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名从事电照车司机的男子在发生车破后 处理索赞程序的时候突然发现 他的车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取消 导致无法申请索赔 需要自掏腰包 赔偿数十万令吉的维修费给对方 今天 这名施主在马华公共福部及投诉部主任 达杜斯利·张天赐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呼吁擅自取消车险的保险经济 尽快现身 以希望借此提醒大众 购买车险的时候 不必更加警惕 来自雪州巴达林在野的郭先生 他于去年10月28日 于半山巴城市转型中心 与保险经济见面 并将超过300令吉款项 交付给对方后 成功更新车险 并获得新路税 不过 他表示 本身于今年5月4日 在吉隆坡古秋北三路 不幸撞上一辆 崭新马赛地多用途旅游车 正当在处理索赔程序时 竟被保险公司告知 车险已经被取消 令他大为震惊 他说自己需支付数万令吉维修费 给予对方车主 且自己的汽车还停放在维修中心 已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无法外出工作 对他的收入造成严重影响 郭先生说 涉案的保险经济至今不知去向 他也已对此向警方报案 并希望保险公司能对事件进行彻查 尽快还他一个公道 此外 张天司也呼吁民众 在购买车险时需要小心警惕 避免被不负责任的保险经济欺骗 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一名五十六岁的水警操长 被控二十一项贪污指控 涉及二千三百五十令吉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案件则定八月一号过滕 在相关法令下 一旦居民成立 可以被判监禁不超过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见识 控状指被告 在2017年3月19日至2019年6月21日 身为水警的政府执法单位执行人员 通过银行户头 接收一名华裔男子的汇款 每一次的贿赂款 网项100至200令吉不等 作为不对违反 1985年与业法令事情 采取执法行动 被告在刑事法典 第165条文下 面对21项贪污控状 被告在同意员 面读控状后否认有罪 被告向法庭求情 要求减少保释金 他指他的每个月净收入为3000令吉 患有高血压和高胆固存 妻子为家庭主妇 本身有4名孩子 年龄分别为26岁、23岁、19岁和11岁 得承担一切的家庭开销 法官临审后允许被告以8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 被告必须交出国际护照 以及每个月到临近反谈委会报道 即日起至7月7日 选委会开放申请成为第15届 州选举的观察员 选委会秘书达多参马入定 发网告指出 申请成为选举观察员的组织代表 必须符合特定条件 参与的过程包括候选人提名、 竞选活动、提前投票、 投票、监票和总计票 申请者可以浏览 选委会的官网查阅详情 并且下载申请表格 本届州选举共设计六个州数 分别是雪兰娥、 槟城、森美兰、登加楼、吉大和吉兰丹 而这六个州数 并没有与去年的全国大选同步举行 此前 这六个州数的领袖达成共识 在六月的最后两个星期 宣布解散州议会 目前 已经有三个州数 初步表态 免疫解散州议会的日期 分别是 至宾城本月28号 吉兰丹本月22号 斯美兰本月30号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 Hadin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连续两站赛事经历一轮游后 大马羽球自由人李子佳抛下震撼弹 宣布暂比赛场 直到重新找到对比赛的激情 消息传开后 网上随即引起热议 不少网民把焦点放在即将与李子佳展开合作的新焦点 黄达明的身上 对此本台记者也特意联系黄达明 并了解到他是在下个月才会正式开始指教李子佳 因此不清楚当众的原因 而目前也还没和李子佳联系 了解情况 世界排名第十一的李子佳在印尼羽球公开赛第一圈出局后 接受世界羽联官网访问时表示 他会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并且为设下期限 直到他找回对比赛的激情 此话一出 令大批球迷震惊不已 甚至有一部分球迷也对李子佳与新教练黄达明 即将展开的合作议论纷纷 为此 本台记者联系了教练黄达明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对于李子佳突然宣布需要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他表示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也不了解为何李子佳会有如此的想法 此外 黄教练还表示 目前他名义上还是香港队的教练 并会在下个月才开始执教李子佳 因此不方便多做出回应 早前 黄达明曾表示 决定回国出任李子佳的教练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帮助大马实现在2024年 巴黎奥运会上赢得金牌的目标 大马与球自由人李子佳 近期世界排名下滑和低迷的表现 不禁令人担忧 不过 青体部副部长 阿达阿德烈表示 该部继续支持李子佳 并给予他空间留在金牌之路计划中 而该委员会和国家体育理事会 也将帮助他审查和解决所面临的困难 以确保李子佳 继续成为我国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 夺金的希望之一 中文字幕续支持李子佳 我們要參與參加 自在上個星期的新加坡公開賽 和昨天的印尼羽球超級一千賽 首圈出局後 李子佳在接受賽後訪問時 宣布將暫時退出羽球賽場 並會休息一段時間 直到重新找到對比賽的動力 才會回歸 震驚雨潭 一年一度的第六屆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 即將在七月一連七天隆重舉行 屆時 分別來自十五個國家的四十二部電影 將會在電影節播放 此外 本屆電影節也會邀請著名導演杜啟峰 擔任競賽環節的評審團主席 同時 大會也決定向台灣女演員張艾佳 頒發終身成就獎 以表彰他對電影節的卓越貢獻 本屆的電影節共獲得了大約三百部 來自世界各個國家電影的參賽 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的 國際知名度有上升趨勢 具有紅洋海外的潛能 屆時 第六屆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 將會在七月二十三號到二十九號 一連七天在Lalaport 五級免燈城中城舉行 值得一提的是 該電影節與BMW Shorties 在本屆展開合作 BMW Shorties在經歷了十七年的風雨 今年提交的作品量 創下了令人瞩目的紀錄 獲得了133部短片的參與 並在記者會上揭曉2023年 前十名決賽選手和提名陣容 所以你也看到今年的Light Out 和往年是不一樣的 今年我們也有我們第二屆的 馬來西亞 Project Market 是第二屆 然後今年的除了在室內 外出獅電影以外 我們也有外出獅電影 去展現一些很好的電影 對,所以每一年都在成長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 我們還是要希望政府能夠進來 再多一點我們的支持 給所有的風景師 那個是最棒的 所以我也希望政府也會 就是会从事有一些资料 给一些电影人能够有一些钱的赞助 然后可以做到一部更好的电影 此外 电影节的开幕片 将会以李斯特导演 执导的Eraser作为开场电影 这部电影是由一个马来女演员 Adibah Nour参与的最后一部电影 而台湾电影制作人张书伟 执导的我和我的赛车老爸 作为闭幕电影 带着观众踏上探索亲情关系之路 预知更多2023年第六届 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的详情 民众可以浏览电影节官网或社交平台 RTM成全会采访报道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五时代静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安